今天主要接到的任務是針對學習歷程檔案跟評量規準做一個分享 我就用我們南谷的校本課程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最後報告也不錯 時間不要那麼久 各位就是都是很有教學經驗的老師 我們都教過書 設計過課程 新課剛要求我們要設計素養課程 素養課程非常困難 就是他可能沒有固定的教材跟方法 所以我們南谷的校本成立到現在已經第五年了 每個禮拜到聚會 每個月到聚會 那麼多任務裡面 我們接到設計課程 然後要讓校本是一個有素養的 所以我就想到那個架構 我剛才提到我們的課程是第五年 前四年都沒有架構 架構不清楚 就是拼裝車 那學生的歷程就不清楚 所以我一開始先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艾斯科團在研發的這個架構 那一個課程的架構它不是固定的 它也不是不能調整的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選修課 它的任務很多元 如果我們的表現任務是比較傾向探究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探究的歷程 如果像我們南谷調到第四年 第五版 我們是反思類的課程 反思能力 然後強調反思的歷程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借用這個歷程 就是我們的任務到底是哪一個層次比較重 比較重 那跟各位夥伴分享一下就是 這個歷程當然都是參考的 如果你是批判的 批判思考的 創新的 創新最難 非常難 我們都是教學生有點創意 對不對 那創意怎麼教 變成課程 變成歷程 怎麼引導 我們雖然是反思類的 我們也有創意在裡面 就是我們在一個課程希望學生學完之後 他有收穫 有成長 他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他反思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可不可以參考這個歷程 我們先給他一個目標 然後有一些議題引導他去覺察 覺察之後我們給他一些引導 討論 讓他去反思 反思之後整個學期下來讓他去評估看看 他在這個實踐、實作、課程討論的過程裡面 他成長了多少 這樣子可以讓他反思的一個引導 這個我們為什麼調了那麼久 就是因為後來看到這個目標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模板 然後去微調我們的課程 我覺得這樣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的課程 就從這個架構裡面去調整 我覺得是很好用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 那課程的架構有成出來之後 評量規準就可以根據面向跟判準 這個大家都很有經驗 所以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的架構是怎麼出來的 那今天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一些學習單、課程安排 然後學習歷程的規劃 學生依照我們的評量規準來做學習歷程 最後他們的產出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校定必修到了第五版 就把我們的流程變成同理、思辨、實踐跟反思 這就是參考剛才那個流程 一個課、一個校本的課程要教的是品格 我們的目標是品格 品格很抽象 公平、正義是品格 同理、尊重、也是品格 那品格要不說教的教 對高中生很大的挑戰 這是我們要調這麼多次的例子 我們不希望教教教條 就是包括一件活動讓學生去體會體格很重要 這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一個歷程 就是同理、思辨、實踐、反思 那不斷的輪迴 上下學期就同理教六週、思辨教六週 實踐也差不多幾週 我這樣子帶 那議題可以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課程的架構真的很重要 架構出來、歷程就出來 那學生他就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他的學習歷程也會比較有架構 在我們的頻道之下 那反思最難 創造反思都蠻難的 因為我們過去前四年的經驗 我們做了很多課程 什麼電動車、小公主、小旅行、地理的小旅行 也有那個食農教育、也有什麼認識西克克 就是一開始校本它是很多個小單元 然後有各種表現任務 他後來發現學生的提案都滑 所以我們後來修改我們的校本課程 要學生表現的 他不是這個提案創意多厲害 而是在這半年裡面 你做這個方案 不管是食農、電動車 你自己提升了多少 你自己提升了多少 所以他的學習歷程在 就像小林老師上午講的 那個個人的反思 個人的反思是很重要的 學習歷程很多要素對不對 我們要看他真實的參與、真實的成長、真實的一個收穫 而且那個小林老師有教探照最精采的 最精采的拿出版 所以我們要參選一下 好,所以大家看這個架構 是我們很多年調整出來的 這是那個思辨階段的文本 我們上學期是用落勢當作語題 光牌落勢去思辨這個語題 下學期是以前生活經驗 要不要用手機可不可以睡覺 你要怎麼改善你的學習 學習是主題 所以思辨的議題就是跟學習有關的 那貴老師跟學習有關的可能就是 背後的品格是不是負責 也要作弊就是公平正義 所以我們換個角度想 要教負責、要教公平正義 怎麼設計他才不會覺得教材是真實的 要花很多時間去領導 就是那我們也還在學習當中 那再往下 所以同理之後要思辨 思辨之後要實踐 就是你要做一個行動環案 證明說你正學期學位 所以第三個部分實踐 我們會給他規範說 你要按照這個流程 第一個要你的議題出來了 你要改善你的學習 你必須要去同理一個人 可能是自己、可能是爸爸、媽媽 就是你的期末的表現任務 表現任務要做的時候 你必須要按照這個流程 那我們的評量規準也按照這個流程 同理、思辨、理解、反思 這個是他的期末的表現任務 要教的時候要有一個同理性定義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評分規準 因為我們的課程是有一個歷程 所以我們的評分規準就是一樣 要同理、思辨、實踐、反思 那這樣我們來看下面 每一組你上來報告我們都是按照這個流程 所以一個課程架構如果出來 課程規劃依照架構 你的評量規準就會對準你的目標跟你的架構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一開始才會先談一些那個地層 那這個困難的地方在於 各位老師就是我們你是跨科 生物老師要來定這個規則 然後化學老師要來定這個規則 部理老師 他不是像人文老師這麼精準 這個要討論很多次 而且不一定是有效應 要跟教授請教對不對 那我是歷史老師 我也很少看那種合理學的出來 但是我們也是要發討論出來 所以我們每一次共貝都會一個人當主師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個生物老師定義規則 超厲害 生物老師跟國文老師一樣 也慢慢都會有那種規則的概念 好 那在這個報告 你就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每一組都會有一個 每一週的學習單 最後期末報告的成果 那我們的學習力程就是把每一週 按照我們最後那個問卷 從第一週 然後最後加上去 將前面的後面說明 那加上個人的形式 他完成這種個人的真實的成長 形式發覺是什麼 那當然不是說都很好 學生還在學習 連老師都還在學習 我們每一年的課程都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是很挑戰 那這學期又變成兩性異議 兩性性異議要去同理思辯 思辯 他們要提改善法案 所以這個是真的不容易 那我最後 最後本來有一個單科的平良規則範例要放 不過時間不夠 我想說今天有歷史科夥伴 把一些成果跟他們分享 歷史科必修你也可以做一些 根據教學目標的平良規則 那這個以後再說 那最後就是 我們的課程雖然有很多表單 但是我覺得那個 就像很多教育學者說的 老師是學生創意的接生者 老師是學生創意的接生者 我們為什麼要設計數量課程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累 花了這麼多時間 我們不需要限制住他 我們給他領導 但是我很希望看到他們有所突破 有所創案 有所成長 那這樣我們的投入就要做 我們就要做 謝謝